大家好,欢迎来到本期节目 我们生活的地球仅是浩瀚宇宙中一颗微不足道的行星 但是我们今天要说的是宇宙中强大的力量,黑洞 说到黑洞,必定会想到霸气这个词 实在是因为黑洞总给人充满力量的感觉 庞大的体积吞噬着周围的一切 它有多强大,当然是人类不可衡量的 即使是游戏壁大小的黑洞 只要被吸进去也是粉身碎骨,什么也剩不下 当然这并不是由黑洞大小决定的 其主要是用密度来决定 它总是在令人肃然起劲的同时,也令人毛骨悚然 那就有人不轻会问,原子弹的威力那么大 造成的伤害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不可挽回 可以对黑洞造成伤害吗 还真的有科学家研究计算过 即使上亿颗原子弹同时爆炸 黑洞也依然毫发无损 还可能直接被黑洞吞噬 我们想都不敢想原子弹的杀伤力 只是给黑洞填饱肚子而已 其次黑洞的强大还在于它不停的壮大自己 像是长胜的将军 不断打仗扩大它的领地 却只有胜,没有败 任何物体都套不出它的巨大黑口 那么一路所向披靡的黑洞 强大的密度和吸引力震撼到你了吗 我们下期再见